当下很多地方的疫情呢又出现了反复 对吧 原本呢我们以为疫情快要结束的时候 可是呢这疫情反反复复的三年 让我们很多人的工作都出现了变动 变动的结果呢就是大家的收入减少 甚至呢有很多人负债 那么在买房子这件事情上呢 又和疫情开始重复 从2016年我们开始了这个房住不炒 当时呢很多人认为只不过是短期的调控 随着2017年到2018年涨价去库存的到来 很多人认为呢房子未来仍然会涨 会有呢很强的金融属性 于是呢出现了抢房潮 结果呢到现在我们来看很多人被套牢了 那么我们要讲一点的就是呢 2022年即将过去 在2023年买房子 我们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作为普通老百姓在收入不高的情况下 我们应该怎样正确的看待楼市 今天呢有六个方面的建议给到大家 如果大家有什么不同的意见呢 都可以在评论区进行留言互动 首先第一个建议就是 大家不要盲目的买房子 过去20年呢很多人说买房子很简单 只要呢我的钱够了 我随便买一套房子 我还着贷款 你看过个十几年 我的贷款压力小了 我的房子也升值了 那么我就可以呢去置换我想要的大户心 但是时至今日这一套理论已经完全过时了 因为过去20年随着我们城镇化率的进行 随着我们收入的提高 随着呢房住不炒的执行 我们现在的房产 如果你闭着眼睛去买房子 那有可能你80%的几率会被套牢 所以呢在这里要告诉大家的是 不要盲目的瞎买房子 因为房子的金融属性随着房住不炒的调控 正在慢慢的消退 而且我们要记住一点 我们能够出手买房子 我们的信心来源于我们源源不断的收入 但是从2019年以后发生疫情 我们很多人的收入和以前相比 是有呢大幅度下降的 所以呢再加上我们日常的生活开支 比如说车贷信用卡养老费用等等等等 一切的支出已经占了我们生活的大部分 如果呢你强行的再去买一套房子 房子的房贷占了我们收入的大头 那么有可能你就直接被套牢 那么第二点建议呢 就是说如果你是刚需买房 我们不得不买 我们也不参与炒房 那这个时候呢 你就要把自己定位好 怎么样的一个定位呢 首先你的首付是否充足 首付充足了以后 我们的还款是不是每个月都能够供得上 而且呢你还要想到一点 我们很多时候去收入买的房子 属于是毛批的状态 买完以后我们还需要装修 那么在装修的这个过程当中 你只有两个选择 第一呢要么就是说我们有足够的钱 直接呢一次性装修 那可能呢在10万到20万之间 第二种呢就是说我们做装修贷 但是装修贷呢虽然利息低 但是呢它也是一笔沉重的债务 所以你这个时候就要规划好 我们首先要有充足的首付 然后我们的还款不能够超过我们收入的三分之一 如果你超过了三分之一 那基本上你就会被套牢 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如果呢你买了一套房子 你的首付是30万你是够的 那么这个时候最起码你要预留出来60万左右的钱 为什么要这样算 30万是首付 20万是装修 10万是我们还款的预备金 那么如果你每个月还款是6000块钱 那么你两口子的收入一定要达到18000到2万 只有这样呢 你接下来的生活才不会因为房贷而受到很大的影响 不至于呢变成高风险家庭 第三点建议呢 就是说如果你的钱不够 你仍然需要买房子 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可以等一等再买 就是我们是刚需 我们也需要买房子 我们名下没有房子 但这个时候呢 你就要证实自己的问题 看一看自己是否能够符合条件 马上买房子 比如说你的首付都不够啊 你只有几万块钱 但是首付需要二三十万 这个首付还需要呢 你找亲戚朋友界 或者说开发商知道你要买房子 告诉你 我们可以帮你呢垫付这个首付 这样的情况下 你最好不要买房子 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呢就是说你自己本身收入不高 而且呢你的钱不够 开发商所谓的给你垫付首付 或者说亲戚朋友建立钱当首付 总归这都是你的债务 你在未来的某一个时刻都要去还 但是呢首付一旦付了 你的贷款下来了 你还要还着你亲戚朋友的钱 你想一想双重的压力 你是否能够承受得住 第二呢就是说经过这四五年的调控 房住不炒呢已经深入人心 未来房住不炒仍然呢会坚持执行下去 我们看到的一个结果呢就是 现在虽然房价高位稳定 但是在未来的某一个时刻 随着我们现在交易量的减少 房价会不断的下降 至少不会出现像2017年到2018年 那样的暴涨行为 所以呢你等一等也没有关系 如果这个话放在三四年前 我是不建议你等的 因为那个时候房价一天一个变化 每天都在上涨 但是现在我们看到的情况完全不一样 而且呢你要知道 在整个2022年楼市呢放开了限制 以前所有的楼市的一些 苛刻的条件没有了 那么也就意味着只要我们的钱购 我们随时都可以买到房子 而且还可以买到性价比比较高的房子 所以呢在你没有钱的情况下 你就不要着急的去买房子 也不要呢听这个房产中介告诉你 如果你今天不买明天就涨价 那是针对核心地段的房产 一般普通地段的房产 都不会有一个大涨的过程 第四点建议呢 就是我们在考虑买房子的时候 如果你手里有钱 我尽量呢还是选择现房 为什么要选择现房呢 第一个方面就是现房 它能够省去你等待的时间 你中间的不会产生额外的费用 我们知道呢 现在去收入处买房子都是七房 对吧房子刚建一词或者说刚打地基 开发商拿到了预售许可制 就开始往外卖 那么这个时候呢 你要想一想 你买了房子 你又没有地方住 那怎么办呢 你只有接着去租房子住 然后呢贷款很快就下来了 然后呢新房的房贷很快就下来了 那么也就意味着呢 你会多很多很多的压力 那何必为自己增加压力呢 如果是现房的话 我们可能呢在一个月之内就办好了所有的手续 这里呢我说的还是二手房的周期 办好了手续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直接入住 这中间呢我们最起码可以省三年租房子的钱 还有呢第二点 就是说买现房就没有那么多的麻烦 我们可以呢避免难尾楼 以及呢房产的各种纠纷 我们知道呢难尾楼这个事情谁也没有办法控制 高高兴兴呢去买了一套房子 结果呢告诉你成为了难尾楼 你维权的时间也很长 你会准备相当多的材料 而且呢不一定能够得到解决 因为我们要知道一点呢 房地产牵扯到了太多太多的行业 并不是买家和卖家的关系 其中呢他牵扯到了银行 牵扯到了开发商下面所有的这个承包商等等等等一切 我不知道呢大家有没有关注这个难尾楼最后都怎么处理的 只有两种方式 一种呢就是说这个开发商啊 筹到了资金继续建设 另外一种方式呢就是由政府介入 然后呢找别的开发商来进行过渡再进行建设等等等等 但是呢这种时间都会很长 一般难尾楼五年十年都是很正常的事情 那么你能够等得起吗 所以呢不要嫌现房贵 现房虽然贵一点 但是呢他也是建立在这个配套的基础上 不会呢漫天要价 那就省去了我们中间很多的麻烦 第五个方面的建议呢 就是说很多人他不喜欢二手房 觉得二手房呢就比较破旧啊 就想买新房 辛辛苦苦攒这么多钱 为什么不就是想买一个没有住过自己温馨的家吗 那也可以 如果你真的想要去选择新房的话 那么也尽量呢去选择央企开发的楼盘 民营企业开发的楼盘呢也不是不能买 但是风险相对于来说呢比较大一点点 因为央企的这种开发商呢 他背后有信用背书 即使出现了问题也能够得到及时的解决 但是民营企业可不一样啊 如果呢一旦出现了难尾楼或者说倒闭的时候 那么他直接会申请破产 那么破产重组这个时间又会很长很长 总之等你拿到房子的时候 你已经身心疲惫千疮百孔 所以呢买房子是为了让自己高兴而不是折磨自己 在选择的时候还是那句话 千万不要冲动 有些人呢看了这个楼处的样板间 就非常非常冲动 马上就要交定金 那殊不知呢就是因为你的冲动 导致到你后续出现了大麻烦 我们在选房子的时候一定要多看多想多对比 多去了解开发商的背景 多去了解这个开发商建的房子 在老百姓心中的口碑等等等等 然后再去做决定 第六点建议呢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建议 就是我们在买房子的时候 还是地段决定了一切 很多人呢有了一点钱就迫不及待的去买房子 但是呢买的房子就为了图便宜 买了郊区的房子 买完了房子呢还安慰自己 欺骗自己说反正没事啊 你看我现在买的房子很便宜 对吧社会在发展人类在进步 未来这里呢可能城市就发展到这里了 我这里呢当初买的便宜 未来呢可能就很贵 我就占了这个便宜 我就买到性价比高的房子 各位你要了解的就是 目前我们的城市化率已经放缓 而且该有的配套已经全部都有了 至于我们所看见的很多郊区的房子 开发上宣传的很猛 但是我们要综合分析这个城市的人口流入流出 以及产业支撑的情况 如果你在三四线城市的郊区买房子 那我告诉你大概率你是没有希望的 你只有被套脑的份儿 所以呢我们有的时候买房子 不要嫌这个二手房比较老 二手房老它又贵是有一定原因的 那是因为它的金融属性不会随着时间的流失而消逝 就是因为它的地段非常好 这里呢是商业中心有足够多的配套 又或者说呢这里人大量的聚集 总之这里呢就体现了它的金融属性 可是郊区连公交车都不通 给你建的再好质量再好 没有人去 那你这个房子可能就只有居住属性 没有金融属性 那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讲呢 你就是被开发商骗了 被套牢了 好了今天的视频呢就讲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